带着天父的帮助在我们当中 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 很美的敬拜 让我们迎接这位君王 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 我们开口来祷告 哈雷尼亚亲爱的主耶稣 可求主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 我们来到主祢的面前 主帮助我们 可求主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敬拜 主啊 求主祢的圣灵引力我们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主祢这边 主啊 真实享受这样的悲哀 主啊 祢的荣美在我们当中 主 谢谢祢赞美丽 主 今天清晨 我们要来到十年面前 愿主祢的喜乐与我们同在 主啊 祢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软弱的 主要求心得力 主啊 让我们当中有病痛的主 我奉耶稣这个生命 主啊 祢要来求祢的医治 祢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天能够经历神祢的荣寨 主啊 今天我们要有一个 请东美的敬拜 主 谢谢祢赞美祢 感谢赞美祢 祢是全能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祢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祢 亲爱的天父 我们献上来新的感谢 主 愿主祢在我们当中 亲自来掌权 主啊 帮助我们今天的敬拜 真是从心里面开我们的口 然后我们来敬拜祢 那谢谢祢 祢在我们当中 亲自来掌权 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能够在主祢的面前 来领受这样的论点 祢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送在鬼灭里 这样大家都送到主耶稣 这是阿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赞美祢 好不好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站立起来 然后我们一起拍照 一个荣耀给我们的朋友 拍照来赞美祢 阿弥陀佛 大声来赞美祂 拜托送赞主的圣灵 我的力量 我的转 我的帮助者 自我心生命迷走 王总决 你所权力都去世 今晚日 你的苦风和真情啊 真心其实已经造成 你的最后的伟大 重要心事之道都愿 你的左边往后走散 其身自己求赎 我们回答你 爱你是唯一 大声学到你是我的我 哈利利亚 那神是配得我们来赞美祂的 我们的大掌 配到祂的圣灵面前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我们请神圣上感谢 让神歌唱来赞美祂 因为祂是我 因为祂是我 为祂的一句话 带着祂赞主的圣灵 我的力量我的灵 我的救恩 我的帮助者 至我心生命 你的左边往后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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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右边往后走散 你一座无垢的从载 牺牲最终就是我们 为大地爱你是唯一 大声宣告你是 我以为你无垢的亲爱 神经全是一间撒写 你一是恨恨的为难 荣耀寻思直到永远 你一座为满头守在 牺牲最终就是我们 为大地爱你是唯一 大声宣告你是 我以为你无垢的亲爱 神经全是一间撒写 你一是恨恨的为难 荣耀寻思直到永远 你一座为满头守在 牺牲自己就是我们 为大地爱你是唯一 大声宣告你是 我以为我 你一座为我 我以为你无垢的心 我以为你无垢的心 我以为我 我以为我 我常来赞美祂 因为祂是我 伟大的句话 看我送赞主的圣灵 我的力量 我的愿 我的帮助者 自我欣赏你 你从旁重圈 你从全力都出现 敬拜日 你从旁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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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然和真伟大 用耀心实直到永远 你从旁观而受传 是神自尽就是我们 回答你爱你是唯一 大声宣告律师 我的意义 为你不过我的奇妙 圣经其实已经展现 你的自华和的伟大 荣耀其实直到永远 你的作为我所在 其身主旨就是我们 为他意义 你是唯一 大声宣告律师 我命我 叫你我的呼喊 Aleluia 一起来好了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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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麟 阿麗 阿麗 三十四 连上全美都只剩 请吧 加油 一定不合格的心愿 圣经其实连续的心 一定自汉和的回答 动药其实直到永远 一定作为花头存在 其身最近就是我们 为大抵抗你是回应 大声宣告你是我的 一定不合格的心愿 圣经其实连续的条件 一定自汉和的回答 动药其实直到永远 一定作为花头存在 其身最近就是我们 为大抵抗你是回应 大声宣告你是我的 为大抵抗你是我的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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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神是可以对我们大神来赞美的神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祂是爱我们的 让我们在这样圣诞的节期 让我们不会任何的依赞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宣告祂是让我们可以依靠的神 我们同神开口来祷告 哈利利亚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主啊在这顺利亚 在这充满神的爱的日子 勘求主祢帮助 主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害怕 我们勘求主祢为我们抹开 主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宣告 主祢是信使的神 主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主啊当我们迎合师哥赞美祢的时候 我们忠实的从心里面相信 主因为祢是那一位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经过的神 主谢谢祢赞美祢 哈利利亚 我感谢祢赞美祢 Amen 是的主 祢是信使的神 祢是爱我们的神 祢双手永远没有撇弃 让我们来到主祢的命前 让我们来到主祢的命前 我们更多的时候 我们带着信心仰望 我相信主祢必要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情况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来信仰 因为祢是那一位带领我们的神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也不怕你是我的牧者 在祢里面我已无所欠 祢是我倾向我 祢是我倾向我 在青草的心水旁 在安闲 祢是我倾向我 祢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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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仰望无朽灵 日间云处与病 夜间活出报复 是我爱的记住 让神学多你失心失守 却是信号的隐形 沙漠中开江河 荒野中开道路 夜和光明成就大事 夜和光明时我已负责 祂是带领我们放开 祂是命运我已无所谓 祂是我的 在清朝的心水旁 来安歇 祂是我的 看上什么你是信实的神 赞美与阳光不求你 遇见云朱灵灵 夜间火出发布 是我们的之处 让神圣和女士信实说 全心心靠你兴许 沙漠中海江湖 关联中海道路 也好何必拯救大师 让神圣和女士信实说 让神圣和女士信实说 赞美与阳光不求你 遇见云朱灵灵 夜间火出发布 是我们的之处 让神圣和女士信实说 全心心靠你兴许 那神圣和牛又非拯救大师 神圣 中海江湖 为 Jesus 圣和岑市信实说 也还要捕工的 民族信实说 那个群众我们 尊重公开 Ihnen 祝你的命 祝你能为 你的意义 祝你听见我们那一系的母海 祝你说最好的你要为我努力 我们要软弱 我们要说我们无分量纯 祝我用你是帮助我们的神 祝你唱好好的 祝你上的veto 祝你上的双手 祝你上的优独 要望不求祢 一切与主引力 也见我主保护 使我安靠之中 一样深深 高明 实心失守 却是心靠命运行 沙漠中海江河 荒野中海道路 愿何望以拯救大使 要深深 高明 实心失守 沙漠中海 愿何望不求祢 一切与主引力 也见我主保护 使我安靠之中 要深深深 高明 实心失守 却是心 高明 隐行 沙漠中海江河 荒野中海道路 也和我必拯救大使 沙漠中海江河 荒野中海道路 也和我必拯救大使 沙漠中海江河 荒野中海河 荒野中海 我们真是从心里相信 因为你是那一位创始成功 你的双手永不离开我们的时候 如果有你的名在我们中 带着我们真实的平安 我有耶稣的爱充满我们 是我们再次走下去的人 我们带着淡淡的心 卸上在你身上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送上去 因为你的名是佩得我们赞美的神 Hallelujah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掌声 都归给我们的小巴腹 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他的名是佩得我们赞美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请我们依然站立功读心的心意 你要尽心尽意 还在心里的放弃 这是佩命中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一字也叫好 这是要爱人也许 这两条佩命是必法的一切 一切道理的总装 我支持你们一条心意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主了 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万君之耶和华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 你将你的荣光彰显于天 我们要一今生谢耶和华 传扬你一切奇妙作为 主啊 感谢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求你帮助我们在患难中能紧紧依靠你 保守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敏锐罪恶 即使在软弱的时候 仍能飞转飞向你 求你塑造我的生命更加成熟 帮助我们言语有智慧有感恩知主的心 愿你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 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能天卑行求你 主啊 谢谢你 对我们的爱不离止气 求你帮助我们能勇于处理人际冲突 使我们能做一位和平之子 使人和睦 求你保守我们在面对环境和信仰冲突时 能有智慧言语来回应 智慧的圣语引导我们 天护我们 使我们在困难中 能用着神的角度思考 用神的眼光看待 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帮助我们能时常反省自己的行为 善用恩赐造就教会 主啊 感谢你因着爱我们赐下独生爱情 带给我们盼望平安 与喜乐 在这充满爱与感恩的季节 求主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活出基督的样子 见证神的作为 传扬救恩的信息 使人感受耶稣基督降生 所带来的平安 爱 正直 公寓 光明的信息 和生命的改变 让整个宇宙世界 都因着主耶稣基督降生 充满爱情安和欢乐 感谢主 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Amen 请翻开圣经 路加福音 十九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 白话字在九十二页 台语在九十四页 口口本在一百一十二页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 我来攻走神的话语 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信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 都想要杀他 但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愿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 赞美 请教会生多多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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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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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请潘牧师今天的讲题是解决问题 好 祝你再次聚集在上帝的圣经当中 祝你来受上帝的恩解 我们先一礼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祝圣灵再次赐给我们智慧感动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听跟说都能够得到益处 并且我们能够去活出好的见证 去行出你的真道来 愿祢这次动工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 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力量 活出好的见证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传统上我们的这个经文 都是在我们的中述主日的时候 会来读这节经文 他是读了一环以耶稣基督的路程之后 然后耶稣进城然后洁净圣殿 那为什么在圣诞节期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读这节经文呢 那我记得一题目叫做解决问题 因为我认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阿们吗 对嘛 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或多或少有一些程度 都是被上帝拯救 而且上帝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在想 如果没有耶稣 我今天会到哪里去 我说过好多次这样的见证 出生在我的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我的环境 如果没有耶稣 我不知道会堕落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还好有耶稣 所以我们能够 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能够坐在教会 敬拜上帝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阿们吗 对嘛 没有错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对旁边祝福一下说 对他说 你是蒙福的人 太棒了 但是只有坐在这边不够嘛 对不对 所以不够啊 如果我们牧师常常讲 如果你坐太久 信耶稣得永生 去健身房得六块鸡 我最近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等于吗 真的吗 是吗 有吗 一定吗 不一定嘛 对不对 信耶稣这个得永生 去健身房真的得六块鸡吗 不会嘛 我刚刚看到健身房里面 有些人他去就拿着他的毛巾 然后在那晃啊晃啊晃啊晃 然后时间套去洗个澡 回家这样子 那你觉得他在那边 10年20年他常常缴汇费 他的造型有缴汇费 每天去健身房报到 可是他有任何改变 对不起 没有任何改变 因为他从来不愿意 担负起一些重量 他不要让自己过一些 那种不太舒服的生活 他不要让自己有一些压力 你要减肥 你要长肌肉 你必须要让你自己有一点不舒服 牧师 你讲得很会讲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呢 给我一点时间嘛 好不好 我至少有趣 而且我有一点重量嘛 对不对 我有做一点重量训练 我也做一点重量训练 好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点压力 你要让你自己成长 本来就是要有点压力 龙虾他要脱壳 是因为他长大 他长大之后 他原本坚硬的壳 他已经住不下了 所以呢 他必须要让他自己躲在一个安全的礼法 一个岩石当中 然后呢 把他身上的旧的壳脱掉 长出新的壳 他不断重复做这个动作 然后他不断不断的成长 不断这个动作 然后他可能长大 所以当你要成长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环境有点不舒服 你原本所穿的有点不舒服 因为你已经开始在长大 我非常有这样的经验 我从A楼穿到3A楼 所以我知道长大是不舒服的过程 不是我是说灵性成长好不好 弟兄姐妹 灵性成长 你必须要让你自己经历一些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就是你到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 你不熟悉的侍奉 你不习惯的东西 你开始去覆三眼代价去练习 开始覆三眼代价让自己成长 开始让自己有一些 覆三眼代价让自己不断的变得更强 所以我常常讲的 如果来教会只是为了做理判 一直得到两个结果 一个叫屁股痛 一个叫做骨神经痛 因为你没有走出去 去活出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坐在这边你会觉得 我不知道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习惯来这个地方 我只是喜欢坐在那里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以至于每次听讲道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听讲道 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聚会 聚会就是要强化 跟我说是强化 强化什么东西 强化你的属灵生命 怎么样强化你的属灵生命 让你变得更讨神喜欢 更让人欢喜 懂吗 所以当耶稣基督所走的地方去 很多人跟着他 如果耶稣基督常常是一个让人不喜欢 让人感到不开心 让人感到讨厌 让人觉得这个不舒服的人 会有一群人跟着他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当然在经约的时代 还是有些人不喜欢他 法利塞人祭司 为什么不喜欢他 等一下我们往后看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 所以当他这个耶稣基督所到的地方 他施行医病赶贵 重点是他总是用笑脸 用温柔来帮助人 不是吗 有人要把小孩抱给耶稣的时候 旁边有种 卖 不要 他很忙 不要带你的小孩子去打扰他 他没有时间 走开 可是耶稣说什么 让小孩子到这里来 然后把他抱起来给他祝福 不是吗 对不对 当有血肉病的人 他不晓得 如果耶稣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 那血肉病的妇人 他会敢挤过众人 去抓住耶稣的衣服吗 衣罪子吗 不敢嘛 耶稣如果是一个严格喜欢骂人的人 这个抓住衣罪子的时候 一抓住他 耶稣转身去抓过他的手 好 就是利不洁净的妇人 那他不是吓死了 但是耶稣只有说一句说 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然后得医治 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这个血肉病的妇人站出来 他要告诉众人说 他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 他要告诉所有在场所有的人 他不再是不洁净的妇女 他已经被我医治 因为我的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他得到医治 所以他从此之后 不再被称之为血肉的妇人 他已经被洁净 他是上帝的孩子 他是上帝的女儿 所以他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 医治他的心 因为常年被排挤 以前按照古代的律法 只要碰到血肉病的妇人 我一起跟着不洁净 所以大家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可是他已经经历长期的孤单 寂寞 排挤 错误的评价 耶稣医治他的时候 不只医治他的身体 医治他的心 跟医治他的社会关系 理解吗 所以耶稣的温柔去让人得到全能的医治 抱歉 所以呢 等一下我要请一个人 我这边有很多的这个 水果 我咳嗽帮我消应一下 好 雪 嗯 嗯 有嗎? 有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消音座沒開啦 自動消音 OK,好啦 好 蔡部長 等一下 我咳嗽幫我挑一下 OK 你看 那我牧區的,所以我可以 控制他 聽不到嗎? 有了 我也有一些水果 耶穌基督來解決我們生命的問題 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他強化你的信仰 如果你在家裡一直睡覺 我敢保證你的屬靈生命不會成長 一天到晚在你家裡做異夢 不會成長 懂嗎?有一次我去 這個吉他營 跟我一起去上吉他的 結果後來呢,上完吉他課之後 只有我 會彈吉他,其他都不會 為什麼?他們買了很好的吉他 買了很好的譜 買了很棒的配備 可是他從來不去練習 三年五年之後他會彈的不會 他定期換弦喔 為什麼? 他還是不會彈 對不對? 喔!這吉他很貴 不能放太久 我會弦會 情總會變形,我要換弦 但是他不會彈 為什麼? 他不要付代價 所以你要這樣強化 就要你要付上代價 坐在這裡聚會 然後走出去實踐你的信仰 有什麼實踐人? 你要參加小組 參加小組之後 你要當小組長 當小組長之後 你要成為府長 你要帶靈能歸主 然後你要關心 要慕你 懂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開始實踐信仰 不過這邊有些水果 讓大家來挑選一下 不是挑選啦 就是 這個不是要給你們吃的 我們要排他的順序 好不好 排順序 我們這邊有這個叫做 橘子 然後這個是 第一場禮拜的有沒有發現 多了什麼 檸檬 為什麼 等一下 我有N點耶 有個姐妹跟我講說 我在種檸檬 我現在買不到檸檬 結果他竟然有檸檬 所以太棒了 然後還有這個是 柿子 蘋果 我找一個人 如果你要吃它 把它全部吃完的話 你一定要把它全部吃完 請問一下 你要怎麼排他吃的順序 你知道怎麼排他吃的順序 我找一個人來排 還是有志願者 有沒有志願者 那找我的兄弟一下 找我的好朋友 施恩傳道 施恩傳道 My brother 掌聲歡迎他上來 OK 如果你要吃它 把它全部吃完 請問你如何排他的順序 OK 開始 OK 芭樂最後 芭樂第一 第一 然後 柿子 沒有 第二是 橘子 對 第二是 橘子 你可以 果決定 OK 好了 OK嗎 排了嗎 OK 這樣嗎 確定不壞 如果我們牧師排得一模一樣 可以得到我們的原油券一張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今天沒有要玩 等一下 問一下 你的第一是 芭樂 檸檬 橘子 酒釘 柿子 蘋果 為什麼 就是比較不甜 比較不甜到比較甜 然後比較酸 酸 所以對你來講 芭樂比檸檬酸 比較不甜 比較不甜 OKOK 給他掌聲一下 謝謝 如果是 還有沒有其他人要來試試看 木櫻 來我試試看 木櫻 木櫻 不要看媽媽 木櫻老師 木櫻老師很久沒有人敢這樣跟你講話對不對 好 你幫我排一下你要吃的順序 要吃完了 吃的順序 芭樂 芭樂還是在前面 等一下 你這是第一還是第二 第一 OK 好來 OK OK 等一下 為什麼這樣排 太酸 太酸 你把 最後吃 OK 給大家一個掌聲 謝謝 可是如果我們通常會選擇 正常的 不是正常 不是正常 對不起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一般來講 我們會把它 不管後面怎麼排序 現在台灣的水果太甜了 你都很難到底判斷它到底怎樣 因為我小時候芭樂就是芭樂的味道 橘子就是橘子的味道 然後最後最甜的當然是這個 我會把它排到最後 那我會把酸的放在前面 那如果你順序對的時候 你會越吃越甜 可是如果你是把它放這樣子的時候 欸 你會越吃越酸 但是你的任務是把它全部吃完了 對不對 你可以去選擇它的順序 所以有時候我去buffet的時候 看到有些人說 喔 這個柳丁不甜 可是我吃得不會很甜 後來發現說 原本它前面已經吃得更酸的東西 或吃得更甜的東西 所以以至於它的味道是變的 所以不論我們順序怎麼改變 會不會影響它的本身的甜度 不會嘛 它不變 重點是變得是順序 所以順序很重要 跟我說一次 順序很重要 對 謝謝 等一下這個詩恩傳道跟牧印 你們可以選擇 你們要吃的水果帶回去 但是檸檬留給我 OK 所以順序很重要 它的甜度沒有改變 但是我們吃的順序 改變是什麼 我們的口感 我們的舌頭的味覺改變了 我的舌頭的味覺改變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耶穌 祂結進聖殿 祂結進聖殿是為什麼 因為祂聖殿失去了次序 祂次序錯誤了 順序錯誤了 順序錯誤了 為什麼祂順序錯誤了 以色列人在當時的聖殿 整個順序錯誤 當時有人在聖殿提供 換錢的服務 跟賣這個叫做獻祭動物的服務 你知道當時在以色列人 是被羅馬給統治 很多人要回去過育業節的時候 他們必須走很遠的路 他們身上會帶著錢財 會帶著牛跟羊 對不對 我先講錢的部分 他們各地有各地不同的壁子 如果他們要回去聖殿 要獻祭的時候 他們需不需要換成統一的金錢去獻祭 需要嗎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們聚會的時候 各 我們每次的奉獻 我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錢幣 投到我們的奉獻袋裡面 我們有從馬拉威來的 我們有從甘國來的 我們有從亞塞拜蘭的 我們有從伊朗來的 然後算這個奉獻的弟兄姊妹 他會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 他不知道該怎麼算 對不對 所以那個 就到底要怎麼算 不知道 所以呢 在門口有一個換錢的服務 是不是一件非常便利又方便的事情 對嗎 非常方便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 他的費率由誰訂 由換錢的這些人訂 費率很高 非常高 如果你去領錢 你去跨行去領錢 手續費頂多七塊 可是你跨好領錢的 手續費是七十到七百塊 你換不換 沒辦法 只有他在家在做生意 所以 你只能換 那你換的時候是心情不舒服 當然 好吧 你從好遠的地方 牽了一隻牛跟羊羊去獻祭給上帝的時候 走啊走啊走 你知道嗎 牽一隻牛從高雄牽到台北 牠的腳會不會碰傷 會嗎 你會不會很累 會啊 牠要不要吃草 要啊 牠要不要上廁所 要啊 牠要不要睡覺 要啊 可是你要牽牠的時候 你要這樣一直走 會不會拖累你行走的速度 會啊 那如果碰撞傷的時候 然後你要拿去獻祭 祭司一檢查說 哇 你這個蹄子傷的 不能喔 哇那你怎麼辦 請你把這個牛拿去外面換 蛤 以牛換牛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那麼好 一隻成年的公牛 可以換一隻小羊 那不是心情很不好嗎 所以在普遍貧窮的年代 他們去敬拜上帝的時候 帶著一個真誠喜樂的心去 可是當他們去面對這個不公平 金錢的剝削 不公平的這樣的服務跟遊戲規則的時候 他們獻祭那個心是會難過 是會流淚的 是不舒服的 你提供服務很好 可是你在服務的背後剝削了其他的百姓 那就不對了 這個叫做地起駕 這個叫做囤積貨物 這個叫做破壞民生 這個叫做破壞人敬拜上帝的聖節的心 所以耶穌進到裡面去捷徑聖殿 因為他知道聖殿的功能是什麼 絕對不是為了服務 不是為了讓你們這些人賺錢而已 耶穌進去捷徑聖殿 為了要恢復聖殿當中真實的功能 所以耶穌基督他用了舊約先知的話 說我的殿必做禱告的殿 你們到死他成為賊我 你們到死他成為賊我 講這句話非常沉重 他已經失去禱告的功能了 為什麼失去禱告的功能 聖殿是帶給人平安 帶給人這個上帝豐盛恩典 豐盛平安的地方 可是耶穌走進耶路撒冷城之後 走進聖殿 竟然發現在聖殿門口 坐著一大群瞎眼且腿有病的人 在那個地方乞討 這地方有很多是貧窮的人 但是在聖殿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執政掌權的 所謂的宗教領袖 他們錢賺的飽飽的 所以當時的祭師跟法利善人討厭耶穌 因為耶穌直接面對他們生命的問題 打破了當時的經濟的結構 你知道能夠進去換錢做生意的那些人 他是普通人嗎 絕對不是 他絕對是祭師跟祭師有相關 有關係的人 為什麼古代祭師可以穿著華服走來走去 因為我們可以合理懷疑他在聖殿裡面做生意 所以邱主幫助我們 我們在一次思考 在聖殿看起來好像很豐盛 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恢復教會應當要有的功能 叫做禱告的功能 傳福音的功能 如果你自己的身體 你的心是聖殿 你的心是不是真的給上帝使用 亦或是你不斷參加活動 但是沒有任何的改變 沒有任何的見證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件問題 耶穌解決問題 他幫我們的生命重新恢復次序 他告訴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告訴你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他讓你恢復次序 這也就是在創世紀以來 為什麼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把光跟暗分開來 水跟空氣分開來 為什麼 因為他要恢復這個世界的次序 一切是混沌黑暗混亂的 混亂的可以 混亂世界可以使人生存嗎 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他必須要讓我們能夠 有這個世界恢復次序 讓人能夠生存下去 他把這個世界有秩序排列好 如果你的身體是聖殿 如果你的生命是聖殿 你需不需要恢復屬靈的次序 需要吧 無花果樹非常的茂盛 可是耶穌爬上去的時候 找不到任何一點東西可以吃 後來耶穌就咒詛這個無花果 無花果樹 為什麼在應當結果汁的時候 你沒有結果汁 你看起來很茂盛 耶穌知不知道 那是還沒有到這個 可以結很多果汁的時候 他知道 可是爬上去的時候 你總是可以找到一些清的 或者一些結的小小的果汁 結果他在看到那個樹非常的茂盛 葉子非常的茂盛 結果他看到裡面一點東西都沒有 找不到半顆可以吃的 結果他咒詛他 為什麼 你看起來好多好茂盛 可是你一點功能都沒有 你應該要結果汁的時候沒有結果汁 你應該要成長的時候沒有成長 然後就被淹棄 懂嗎 懂了齁 所以成長是誰的責任 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上帝會幫助你成長 當你走在一個不舒服的事縫 不熟悉的事縫 我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越不舒服越不適應的時候 你就越會依靠上帝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領敬拜的時候 你緊張得要命 你記不記得你花好多時間預備禱告 雖然到後來你越來越熟悉的時候 可是你的敬錢的心沒有減少 你只是越來越警醒 越來越提醒自己 我可以做得更好 你相不相信每個禮拜我要站上講台 講道的時候都非常的焦慮 我已經站講台已經十多年了 我還是會非常的緊張 我不是菜鳥 但是我知道我的焦慮是對上帝的敬錢 如果今天是我最後一場講道 我會留下什麼呢 我能不能幫助弟兄姊妹更多的強化他們的信 同樣的如果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場禮拜 能不能使你們生命變得更好 更加的溫暖 更加的去接納與你不同的人 更加的親近神去禱告 更加的能夠去接納你家裡面的人 能不行不行 所以弟兄姊妹們 有什麼人能夠有權力可以打掃房子 第一個叫做房子的主人 第二個叫做他委託打掃的那一個人 管家 如果主人親自去打掃的時候 就代表那個管家是獅子的 為什麼 他打掃的不乾淨 他打掃的不到位 讓主人必須親自去打掃 耶穌是聖殿的主人 他去竭進聖殿合情合理 因為那聖殿本來就是他 他雖然不居住在當中 但是他最清楚知道聖殿的功能是什麼 耶穌作為木匠 他要恢復那個功能 你懂嗎 耶穌永遠都知道 什麼是放在正確的地方 什麼是正確的功能 耶穌是木匠 他最知道錘子跟釘子的功能是什麼 但是羅馬的士兵把他拿來 用錯誤的方向 拿來釘的那就錯誤了 耶穌知道如果錘子跟釘子 是拿來塑造桌子椅子 塑造一個名聲用品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但是羅馬兵釘拿來釘十字架 那是錯誤的 耶穌是木匠 他最知道如何把東西用得最好 用到他原來最好的目的 耶穌是聖殿的主人 他知道如何使用聖殿 耶穌是你生命的主人 他知道如何安排你的生命 懂嗎 所以有時候你會有點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你在成長 因為有些不舒服 因為你被上帝調整 有些不舒服 因為你要離開你最熟悉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們 耶穌會一進去聖殿就罵人嗎 也沒有啊 耶穌是不是一直給他機會 他解決問題 他是不是一直給他機會 我們回想 當耶穌要進入耶路撒冷城的時候 是不是他已經名聲遠撥 讓耶路撒冷城 許多的人站出來 搖著棕樹枝 搖著他們的衣服 然後大聲喊 河山啊 河山啊 那奉主名人是應當稱頌的 對不對 這群人他們有跟著耶穌在四處流走嗎 沒有 他們有沒有跑到城外去聽耶穌講道 一定有 他們有聽過耶穌世紀 有嗎 所以他們對耶穌有極大的期待 他就是彌賽亞 他就是我們所盼望的那個彌賽亞 所以耶穌進入到聖天 至少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叫做第一個問題 叫做他們的這個錯誤的經濟結構 在聖殿當中太高的稅收 舉例來說 羅馬政府所收稅收是14%很高 聖殿的稅金是21% 我舉例來說 非常的高 在普遍大家貧窮的時候 這個稅收是這個稅金是非常 讓民眾無法負擔的 而且他有錯誤的這個 叫做他們的經濟結構 剝削窮人 讓去敬拜上帝的百姓 感到非常大的壓力 第二個錯誤 叫做錯誤的這個 錯誤的這個信仰觀念 他們就給予這個 祭司跟法利善人給予錯誤的教導 他們把聖殿變成做生意的地方 第三個錯誤 就是錯誤的這樣子的 錯誤的對聖殿的功能錯誤的理解 跟對彌賽亞錯誤的理解 所以當耶穌要進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時候 他們很歡心快樂 可是耶穌一踏入耶路撒冷城的時候 很多歡心快樂的人失望 為什麼 進入耶路撒冷城 往右邊轉世羅馬兵丁的銀房 他們期待耶穌一進入到耶路撒冷城 去攻打羅馬兵丁的銀房 讓整個耶路撒冷城 聖城得到自由跟釋放 可是耶穌做了一件非常 跟他們期待相反的事情 祂往左轉進到聖殿當中 去捷徑聖殿 所以很多人充滿了訝異 充滿了奇怪的驚慌的眼神 那為什麼耶穌進入到聖殿當中 去捷徑聖殿 因為祂要告訴祂的百姓 你們得勝的力量在於萬君之耶和華 而不是一直期待軍事的領袖出現 所以祂一定要進入去捷徑聖殿 祂要告訴他們 在我們生命當中 很多無奈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也是 我作為一個牧師 常常有無奈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過去的會友 他們不斷上當 不斷受騙 我一直講 祂就是不聽 牧師 我跟你講喔 我這次鑽定 穩鑽了 為什麼 祂每次講這我都害怕 祂不斷被騙喔 可是我每次講 祂都不聽 人甘不聽 幾筆怎麼 會對嗎 祂就有經驗好 所以 祂就跟我講 牧師王有五個零股塔 有個公司他要買一百個 剛好我這五個賣給他 我買的時候是二十萬 他要跟我說五十萬耶 我說你要不要先等一下 先簽了啦 等一下 賺錢就看現在 簽了之後隔幾個禮拜 祂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去台中 我怎麼了 他們騙我 我把權重都給他簽了之後 他沒有給我錢 怎麼辦 誰知道怎麼辦 全世界都知道是詐騙 可是你就不提 小女生簽一個男生來 不是這是我男朋友 一看就是不知道 就知道不是好東西 分手 沒有啦 只是朋友而已 怎麼認識 網路上認識的 你認識多久 變男朋友 一天 我講到我都會翻白眼 都要充滿無奈 你知道嗎 欸你笑的點不太對孩子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笑的點在哪裡 OK好 所以 就充滿無奈你知道嗎 有一些就是 就是不斷的撬家打電動 然後呢不斷的去 去做那奇怪的事情 我常會問說 你能夠進行嗎 然後一直要爆炸 一直要爆炸 你知道嗎 從老到小每個都有問題 我不是說每一個百分之九十九問題 但是我是說年齡層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問題 你怎麼講怎麼說 講正確的 你那是詐騙 不會啦 你為什麼不給我祝福 我就跟你講是詐騙 不是 真的你當初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早就講了 要不要錄音 不是 我懷孕了 所以我 我那時候一直在充滿無奈 你知道無能為力 會非常憤怒啊 每天都是處於那種很生氣的那種狀態 我說你們為什麼不聽 為什麼不聽 以至於到後來我自己 我對於牧會 對於侍奉這種事情 我覺得好像沒有用 我不知道幹嘛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我也禱告了 我也講道了 我也關心了 可是不好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後來有一次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隔壁有個長老娘昏倒 那長老他也老了 就說趕快來幫我 把他抱到樓下去要掛急診 因為他有非常非常多重的疾病 所以他不能隨便看醫生 他不能隨便吃藥 而且救護車進來又比較遠 最快的方式是我們把他抱去樓下 開車載他去醫院 我去抱他第一次 因為我很強壯 所以我抱他第一次的時候 我抱起來 呃 就很像人昏迷沒有力氣的時候 很重耶 然後一抱起來走樓梯 突然就 啊還要啪一聲 我的右肩拉伸 我記得我兩天抱了他三次 好了第二天回來 早上就牧師趕快來又暈倒 好我又再去抱 糟糕了 到下午他又回來 去醫院又再問他 你幹嘛回來你住院嗎 牧師有無名 我也沒辦法 我的手真的舉不起來 你知道嗎 很痛很痛很痛 舉不起來 結果後來我就說沒有辦法 我就趕快打掉給 當時有在戒毒的一些朋友 一個家園 我們有個戒毒家園 我說你趕快來幫牧師嗎 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 然後呢 後來他們就趕快跑來幫忙 幫忙把他抱下去 你知道四個大男人抱一個 然後走樓梯的時候 大家 你可以想像我抱他抱得多重嗎 然後呢 我就抱得很重的時候 然後我就 假用你知道嗎 沒問題 抱給我 結果受傷了 你知道嗎 這叫我屬靈生命 我一直以為我 自己的這個主 木會的主權在我手上 我一直以為我很強壯 可是後來我發現 不對 錯誤了 主權 教會的事工 教會弟兄姐妹成長的主權在上帝手中 你只需要不斷不斷的去愛他 幫助他成長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你可以請團隊來幫忙 然後呢你可以把主權交在神的手中 後來我就比較釋懷 我才能夠繼續走侍奉的道路 如果一直把 focus 放在不好的地方 好多水果你每次都把它挑出來講 還有這個檸檬 我要吃這個檸檬 好多水果 可是前面好多你可以享受 你都沒辦法享受 你就一直把這個不好的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快樂嗎 我當初就是這種情況 後來我學會了 我慢慢享受 神在我生命當中 給我的各樣不同功課 最後我來享受這個檸檬也可以 或者是我想把檸檬放在前面 我慢慢的享受它 如果把它打成汁 如果放在裡面蜂蜜 不是很好嗎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們加在一起也很好 綜合果汁也很好 可是我就天天要把檸檬挑出來 說我不喜歡它 這就是我們屬性生命 常常會陷入谷底 常常會陷入絕望無助的時候 因為主權沒有交在上帝手中 對方姐妹我們 牧師今天的題目叫解決問題 但是不代表我是一個解決問題專家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 擺對生命當中的順序 當你很忙碌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請你要記得你起初的愛心是什麼 我當初為什麼參加小組 是因為我喜歡分享 我當初為什麼擔任小組長 因為我對生命有熱情 我為什麼要來教會聚會 因為我對上帝有信心 我為什麼要參與服事 因為我想要服事眾人 你要回到其初的愛心 恢復次序 第二個把主權交給上帝 都是很簡單的 不是嗎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做結束 有一個人在聖誕節的時候 買了一大桶酒 放在他們的戶外 在他們村莊呢 只要是聖誕節的時候 大家都會拿爆一個很大的香木桶的酒 放在戶外 那這個村莊裡面都充滿了酒香 透過這個酒的香氣 大家就能夠判定說 嗯 這個是好酒 這個是不好的酒 比較普通的酒 這個先生呢 他抱了一桶非常大的酒回來 很開心放來他們家的門口 可是隔天呢 他發現少了四分之一 酒被偷喝 他非常的生氣 他就在酒桶上面貼 不許偷喝這四個字 後來呢 在隔天又少了四分之一 他非常非常的憤怒 他又在上面寫著這條說 偷酒者殺無色 結果在隔天呢 又少了四分之一 他很絕望說 我的酒被喝了四分之三 我都還沒喝到 聖誕節都還沒到 就被喝了四分之三 我真的很痛苦 偷酒的到底是誰 哇 好生氣 再去跟找到朋友訴苦 這朋友就說 那種笨人 我告訴你 你只要解決你這個時候的問題 怎麼做 你把那個酒桶那兩個字撕下來 貼尿桶上去 欸 我聰明 我沒有想到啊 結果他真的 哇 照做 就在寫尿桶放上去 隔天起來 那個酒桶滿起來 你好邪惡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 結果他就哭 哼哼哼我的酒桶 結果他很痛苦你知道嗎 後來他就說 算了 酒桶本來就是一個酒桶 我就恢復他酒桶的功能 他就把尿桶撕下來 又把酒桶貼上去 結果隔天少了半桶 很多人吐了 很多人哭了 所以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順序很重要 你不要急著發怒生氣 你不要急著去把不好的事情 一直高舉 請你先等候 把順序弄對了 然後呢 把方法弄對了 把主權搞對了 你再去做行動 阿門嗎 阿門嗎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能夠有 對著生命的順序 在聖誕節期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忙碌 弟兄姐妹們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我要對我的同工說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你有很多的事情 但是請你們不要 忙亂以至於很多的抱怨 或者是很多的不舒服 我們是同工 我們是團隊 我們可以彼此 顏色跟包容 我這樣講 並不是代表說事情發生 但是我們要先預防事情發生 下個禮拜我們有聖誕節的 這個聖誕嘉年華會 然後呢 今天我們有幸福特會 我們有很多的 這個弟兄姐妹 他加入到我們教會當中 然後呢 在27號我們有新家人派對 這個時間是我最喜歡的時候 因為我看到很多新家人 加入在教會當中 我非常喜樂 在這段時間我們會很忙 但是我們把順序弄對 主權在上帝手中 讓我們能夠成為 充滿天父愛的教會 好嗎 好 我們一起祈禮來禱告 我請敬拜壇上來 親愛主 謝謝你帶領我們今天有 這樣美好的時間 一起來領受上帝的話 一個恩典 求你再次來改變我們生命 順序弄對了 主權放對了 我們就能夠一起來聚集敬拜你 幫助我們愛人不虛假 幫助我們服侍 我們就不是靠著雙手 幫助我們能夠常常的 來親近你 主權在你手上 謝謝你與我們同在 改變我們的生命 醫治平安 豐盛一點 充滿在在座的 每位弟兄姐妹身上 打包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幾天 我們一起來 耶穌基督的名字 iman jas 教不可恨 天为可恨 再一次来宣谈 耶稣你能 却必是方 耶稣你能 彼此伤心愣 耶稣你能 却必是方 教不可恨 天为可恨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人事随便沉重 教寡同 征来宁行 大家能 所存 係甚Y 耶稣无论 余优 Eli 耶稣无论 你相 Cand 唯有耶稣 寒印补 有 唯有耶稣 能是随便成就 这空风起了彼此 祂能舍最新神迹 耶稣 不论与祢相比 祢是非得 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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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恶大人 祢是非得 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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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无止白云 祢是非得 非得 非得 这种恶大人 祢是非得 非得 非得 祂不及 烦于依赏 祢是神迹 神迹 行不及发归 祢是神迹 神迹 커不起眼明露 祢是神迹 神迹 神迹 祢是神迹 又 clubs will run 祢是神迹 神迹 神迹 我国即逝 祢是神迹 神迹 神迹 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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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罩尘 圣洁 圣洁 以圣洁 真实 尽爱祢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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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各主圣洁 万国和万多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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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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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各处各方 往我而往旁 今来生而恙 也是圣洁 圣洁 圣洁荣光在圈里 也是圣洁 圣洁 以圣洁荣食 敬拜祢 比较久了我们继续把手举起来 我需要你们的堂堂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要更多彼此成为自己 在诱畅教会 诱畅敬拜中心 有天赋的暗运行在当中 人民兄姊妹拼着的滑轮腿当中 有上帝的恩典充满在当中 就算经过诱畅教会获得一年光碎 或者是不小心经过的人 他们都能够被天赋了还出谱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充满天赋的暖地 在这里有上帝很高充满运行 我们能够祝福我们的女士 在今天的特会到下礼拜我们的新家人 party 我们增加许多的新家人好不好 因为他们是天赋的孩子 我们请同身开口来祝福祷告 我们请好感谢 说谢谢我们的救赖 和社理人导作 社理人生的广南教会 所有审敌人需要 所有人在如何向向使用 所有人都能够劝 所有房子发生 所有人都能够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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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ュージック 佩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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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 你是美的 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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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而栽培 你是美的 美的 美的 尊重而栽培 你是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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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恶在圣地 祢是圣洁 圣洁 以圣洁尝试 敬拜祢 祢把我们的所有基督圣片 叫做仰望在祢的手中 我们是子弟 在这里有天赋的爱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给祢再次奉公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罗赌他们的冰空 罗赌他们的生命当中 一切不合成心意的事情 求祢来帮助 医治 平安 丰盛的恩典 在每一次的聚集当中 都要运行在每个基督圣片的生命当中 触摸他们的心 使他们得到丰盛 谢谢耶稣 赞免耶稣 大高峰耶稣基督的名 耶 请坐 请指示做梦见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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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离来唱 我们一起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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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奉献的一切 并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祝福在每个人的身上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好妹 请坐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新的朋友 叫唐佳慧 唐佳慧 大家要鼓掌来欢迎他 欢迎你 希望我们在每个礼拜都能够看到你 谢谢请坐 现在有几点我们要来报告 好消息报告 第一点 本会本主日下午八点 讲地下室教会议事举行 小会问道会 欲参加十二月二十日 洗礼坚信礼 但未参加八周 幸福小组者 敬请报名参加问道会 第二点 本主日下午三点到六点 于教会赴堂举办 幸福特会二 平安上路 敬请服事同工下午两点半 BEST三点准时参加 第三点 有报名参加洗礼的凶姐 请于下主日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点半 在三楼生活广场参加洗礼说明会 并请着正庄 第四点 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如下 第一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两场礼拜 我们第二场跟第三场是和平 联合礼拜 第二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十点 第二场礼拜举行洗礼式 第三点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到九点 在敬拜中心举行圣诞嘉年华与晚会 原邮件已经全部收完 欢迎各小组利用圣诞节 请邀请BEST参加 当天晚会有线上直播 提供给无法出门的兄姐观看 第五点 本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两点 在教会护堂举办新家人party 参加对象是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度二零二零年 新家人已经幸福福长长老小组长敬请于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前向办公室报名 报名表我们有在桌报里面 我们现在来唱《座佛祭前》请各位请礼 《座佛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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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